其實接下來大概每一次都會有這樣子的時間 讓大家去做所謂的分享或是報告 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是想說 好,我就來上課,教我做什麼,就要做什麼 希望大家可以動一下腦筋 然後這樣子的分享跟報告一方面是回覆跟整理 你今天學到了什麼 然後自己練習,把今天學到的東西整理好說出來 然後一方面也 因為你會講 然後你也會當聽眾 然後你當聽眾的時候 你也去參考看別人的講 然後試著看可不可以從別人的身上寫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其實發問也很重要 因為你聽不懂 大部分聽不懂就算了 你如果可以問到 就是你如果 你的 你可以問到的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就是你的 對啊 所以其實問問題也很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都會這樣進行 那所以 就是大家加油 記得要下次要去上生態廁所 像是我們這個廁所我們要鎖起 沖水的廁所要鎖起 好 那今天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老師